受到封面的影响 台南昨天降下了大雨 永康去一处道路疑似在雨后出现坑洞 有外送员骑车经过不慎惨衰 还好后方的车辆车速不快 及时煞车才没有酿货 另外在江军区同样疑似因为天雨陆滑 老先生被骑士撞上 当场跌落排水沟 送一只后伤重不知 天雨陆滑事先不佳 车辆速度不敢太快 没生动意外还是发生 外送员载有一名乘客 两人当场惨衰 放慢动作再看一次 道路上一次是雨后出现坑洞尿的祸 还好后方车辆速度都不快 事发在二号晚间八点多 台南永康区回到现场 坑洞已经围起三角锥 讲到坑洞民众也很头痛 似乎遇到下雨 问题就会出现 还好这回没造成伤亡 行经事故地点撞击路面坑洞 摔倒造势 造成歧视及乘客 视之擦挫伤 同样是天雨陆滑 将军区则是发生死亡车祸 今天行人啊 今天行人啊 要不要直接拉上来 先往后拉 大雨中 警消极客救援 因为收走前 一名老翁周撞击 跌落一旁排水沟 边CPR边台上担架送一救治 二号晚上七点多 将军区中家里南十九县 当时二十岁装性骑士返家土中 疑似雨中骑车视线不佳 撞上正在行走中的八十岁正姓老翁 骑士受轻伤 老翁送医后则是伤重不治 装性骑士讯后将因过失致死罪移送 天气不稳定 民众出门 不论骑车还是开车 务必要比平常更加留意 避免造成憾事 记者黄夫奇他们等